呃...真的要來講一個 服務班長的優點與缺點 我昨天放這個隊伍呢 去進行守備 然後呢我看到服務班長的... 的確很強 雖然說他不是一個直接去切後排 他是一個隨便亂打的那種刺客 他比原飛佐助還要隨便亂打 他有可能保牌 切坦克 他有可能保牌 切坦克 跑去切後排 隨便都可能 對 他就是一個隨便亂打的那個... 刺客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隨便亂打 這一整個就是無解 然後 對 你看他一開始往上走 然後開始切劍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刺客還是劍 有飛天丸的防禦 再加上奧衛衝琴還有閃避 他直接切後排啊 他到底是要切前排切後排 你看 好 有飛天丸的防禦 再加上奧衛衝琴還有閃避 他直接切後排啊 直接切後排啊 他有這麼多 他到底是要切前排切後排 噗 不錯 傷害 傷害不錯 可以很痛 可以很痛 可以更新你們 對 再加上奧衛衝琴降低 夜靈爆 佛洪蜜...啊 這邊他就很悲... 佛洪蜜被中斷啊 對 這就是... 他佛洪蜜的悲吹點 對不對 也算是一個平衡 因為他貝洪蜜就有900%傷害 那個也太遲了 你不用奧衛 去中斷媽媽衛 真的有點蠢 傷害痛 剛剛明就是很帥氣的佛洪蜜 然後夜靈爆 結果被中斷了 不然剛剛那個很霸氣 應該可以帶走應該就 然後接下來服務伴帳的第二點 對 對 他一樣開場是砍... 你看他不會不砍武者喔 他很奇怪 他好像不受任何逃風影響喔 他開場是砍電視 我不知道怎麼他喜歡... 他喜歡搞雞嗎 不知道 不管人... 不管人家搞不搞雞 反正... 他開場不砍武者 他開場不砍武者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針對武闪蜜的陣勢 不管是針對陣勢好不好 你看 然後他奧伊凡過來打 可能一次打兩個 傷害比較多 可是他到底為什麼不打 為什麼有時候你會看到他 方向前奧伊會打 其他方向前就不太懂 這是力當別論 我們現在講這個部分 大特 轉圈圈 好 轉圈圈 欸 轉圈圈打到傷害6000 打到5000 打到5000 妳看這個砍 浮光的魂很多 奧伊速度很快 他只要不被控制的話 他的那個奧伊 浮光速度 是很快的 而且騎勻速度也很快 你看這個解機 他對樹房的 那麼像那個傷害 你看實際上100多 21分之1 21分之1 耶 那個傷害被降成這樣 真的是可憐喔 QQ喔 是不是真的QQ喔 那我第三個看了嗎 他好像用同樣的隊伍再打一次 對 還用同樣的隊伍再打一次 一樣開場砍箭的事 非常勃欺 我真的不知道服務一下 也懶得跟官方講 可能官方有到一日發現 好 剛剛差不多 就有錯覺了 他好像在這個堡壘來 跟剛剛不一樣 這個 卡尼 喔 你看 打到後面可以變成110 超狂奧一次就增加一次防禦力 現在是比獸是比較會偷奧對不對 密石 密金要塞命中 274 除掉 好 免疫 兼禮爆 傷害不痛 300% 免疫真的傷害不痛 就跟一開始 200% 界限 哎呀 要死了嗎 密石 改三命中 抹免 900多 拿一個400多 他裝備 對 這些隱蔽爆法沒有看到傷害有點好 好 那接下來是被打輸的地方 打輸的地方這個真的很扯 扯到我想拍影片 也就是這個原因 原本會贏的 就會變輸了 就因為 那佛滅的缺點 不如說佛滅的缺點 不如說他平衡辦法 他真的很喜歡硬兵 我不知道 樹嗎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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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增加速攻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速攻速攻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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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趁這隱蔽 來 好 這個 就傷害也不夠痛 可能是三星的問題 沒有知道三星的問題 被瘴氣幹 好 轉一圈 應該 六百吧 一百四十六 一百 一百四十六 一百五 然後這邊 佛滅 可不可以 沒有 這怎麼差啊 麵力死掉 變成佛滅 打出0的傷害 這是自己的隊友 OE害死 害死自己啊 原本至少佛滅 或許 可以直接把月魚跟月魚炸個半斜之類的 然後 啊 剩下烏鴉天狗還是打不贏七到天梯啊 一定打不贏 人家有戰職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 你所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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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傷害有點不太能看啊 對 好 又不用看了嘛 這個一定會輸的嘛 那時候 結果烏鴉天狗把月機給殺了 然後導致全體無敵 然後佛滅炸出0傷害 這個無解了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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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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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槍砍液機 不對耶 他開槍砍虎虎 飛天王 殘血 飛天王 沒有三星也沒辦法 飛天王 沒有三星也沒辦法 飛天王 我們還有服務半張超強 一個打兩個 還有 還有 暈眩眩 有沒有 三個暈眩 OP 這就是OP 可以卡喔 可以卡喔 KT1的友情 友情萬歲 友情必勝 萬歲 萬歲 畢生到底要怎麼 防攻擊跟防禦 還卡喔 他 然後呼呼降低 奧義康進 哎呀 他被 這個夜裡引爆 這個佛滅 然後他 烏鴉 又搶頭 830 830 跟300多 畢姬看起來真的有比較 被火射死 烏鴉天狗OP OP 真的OP 是不是不幹你 OP 你要懂 先殺死烏鴉天狗啊 哎呀 當你四十陣有抗馬 你一隻還會上抗馬 哎呀 轉啊 好 拜拜 好這個就是 服務班長的優點跟缺點 是B樓線 這個 剩下的直播再講 這個姿態精華 我又想先拍下來一下